今天要介绍的是要把画面上的电缆线去除 我们在拍照的时候呢 因为在城市的关系 其实常会拍到一些这个电缆线的杂物 在Photoshop里面呢 可以用很快速的方法把它去除哦 像这一张图片里面呢 中间有两张电缆线 去除之后呢 其实可以很快速的达到这个天空变得很干净的效果哦 在做这个电缆线呢 首先我们要用到的是钢笔工具 这钢笔工具呢 我们还要用到路径面板 我们会使用路径呢 来做去除的动作哦 首先在我们要去除的电线上面呢 就直接用钢笔工具在上面画一个路径的线段 这个路径的线段呢 就是越接近钢笔线的幅度是越好的哦 好 画完了之后呢 在路径面板这边会有一条这个钢笔线的工作路径显示在这里 这时候呢 我们先把工具箱的工具 先改成污点修复笔刷工具 一定要改成这个工具才能制作下一个动作哦 先改成污点修复笔刷工具之后呢 点着这个工作路径 然后选下面的这一个绘制路径的按钮 点下去 之后呢 这个画面上会看到一个灰色 之后绘制完之后呢 灰色线消失之后 点一下工作路径面板旁边 就会看到这条线已经消失了哦 所以呢 下一条线呢 就也是一样的方式来制作 再选到钢笔工具 一样在工作路径这边呢 在画面上 把这个我们要去除的电阳线呢 描起来 然后 再把工具选到污点修复笔刷工具 点着这个工作路径 然后选描绘路径的按钮 在路径面板下面哦 点一下 好 这样子 这个线段呢 就也是被去除了哦 如果说画面上有很多的话 其实就一条一条的去把它删除就可以了哦 好 去除电阑线的教学就到这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